秒开游馆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,都知道,爵士已经拆了,在休赛期,送走哥贝尔之后,爵士,就已经退出了争冠行列,而在继续送走米契尔之后,爵士,就彻底进入了重建,需要说的是,单单是这两笔交易,就为爵士,带来了七个不受保护的未来手轮,和三个未来手轮互换选,这还不算阿巴基,二二届十四号秀,赛克斯顿,马尔卡宁,玛利克比斯利,贝普利,交易塔克, 在内的众多筹码,而且,爵士拆队的脚步,还没有停止,据ESPN报道,在米切尔交易之后,爵士将继续出售博洋,克拉克森,康利,三位老将,消息称,爵士希望,在这三人的交易里,得到类似雷霆那样的未来卷秀权,话虽如此,爵士这三位老将,现在的评价,可以说完全不同,克拉克森,11年前的最佳第六人,上赛季,也在替补席上,发挥出色,场均可以交出16.0分,即后赛,提高 到17.5分,博洋,是成名射手,生涯三分命中率,高达39%,其中上赛季,博洋长均可以拿到18.1分,并且,能够以38.7%的命中率,投进2.6G三分,考虑到罗伊斯奥尼尔,都能换来一个篮网手轮,如果这两位安吉,也换来一个手轮签,我们绝对不会意外,但,康利,可能就很难说了。 不同于克拉克森,和博洋,康利金下,在球迷间的评价,非常低,任何涉及到。